天气逐渐转凉又开始来到乌鱼回游的季节 喜欢吃乌鱼籽的朋友一定已经准备好要大块躲鱼一番了 目前呢在奇经渔村也开始出现晒乌鱼籽的景观 码头边一片片金黄色的乌鱼籽吸引涛客前往采购 您知道怎么挑选乌鱼籽吗 我们请老经验的渔民背后领栽 刚取出新鲜的乌鱼卵呈现淡黄色 一片片平放在木板上像是做日光玉斑 平均每两小时就要翻面一次 之后还要经过镇压塑形风干等程序 最后再做真空包装成为渔村最受欢迎的伴手礼之一 每年11月天气逐渐转凉 迄今渔港就开始出现赛乌鱼籽的景观 也吸引涛客前来品尝着来自大海的好滋味 口感是QQ的 而且又有油脂又会香 口脂流香 好吃不好吃后你要 平常才会晓得 光看看不到清楚 每个人都会晓得说是野生的比较好 要能够做出让饕客一吃就上瘾的乌鱼籽 除了讲求鱼获要新鲜之外 加工的过程也丝毫不能马虎 尤其是时间的掌控更是影响口感的主要关键 业者还透露消费者如何选购乌鱼籽的 就绝对不要客气了 以我们的经验 我们大部分都选这种 大一点的黑黑 第一跟我们人类一样有健康美的呈现 第二呢 它这个乌鱼籽我们谈话 乌鱼籽乌鱼籽就是窩爱这条鲜了 就是表示它全部把第一个字 那个窩启容在这个里面 我们认为这个是最好吃的 业者说过去每道乌鱼籽的季节 至少出货量达到几千斤 但是受到大陆渔民强势捕捞的影响 台湾自行捕捞的数量是越来越少 但是为了让消费者能够品尝到乌鱼籽的美味 业者还是不惜种姿 向大陆进口野生乌鱼 再自行加工出售 希望保有这项海味蒸修的制作方式 成为地方渔村拼观光 也拼经济的收入来源 港都新闻李正道黄兰军 采访报导